香港移民潮 地方政府放逐损 令我們香港的高中升減少 變成大學學位又鬆動 當然這個是假的 因為我們所有的高中生 從來都不能夠直升上大學 跟台灣很不同 所以很多時候大學修生不足 你對比陳水扁 直接這樣把台灣的大學加到28間 結果大量招生香港的學生 或者世界 或者中國的留學生 但是想不到我們香港雖然現在人口減少 甚至移民潮高企 流失中學生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我們香港的大學根本上是容納不到香港本身的高中生 但是現在講明一下 是經過中國教育部批准後 是中國教育部批准港府確認 就是現在我中國要給學生來 跟著二次殖民來香港 跟著將香港的人口比例開始換血 從下個學年開始 恆生大學 都會大學 就是之前的公開大學 和樹人大學 這三間自資大學招收的內地生限額 這三間是自資大學 自資大學都受到壓力 就是由現在佔學生的人數一成 現在增至兩成 即是說增加一倍 當中的恆生大學 何信民校長表明 這個意味招收內地生的人數可獲增加一倍 而這間學校在新學年 將更積極招收內地和東南亞的學生 這個就是現在新中國 當中國的政策擺了出來 你李家超只能確認 你沒有死 而事實上 這樣香港有些分數差多少 都不能夠升 我就是想問你 我自己的侄女 黃小石 她在大陸 她的學分是名列前茅的 她讀所謂的國際學校 很厲害 但是她自己承認 因為她本身 她在深圳的同學 很多都是香港的居民 她都跟他們說 事實上 他們的英語水準是不及香港 但是這個就是政治正確 你看到我們香港的大學 現在放棄香港學生 全面這樣迎接 一成到兩成 在下一個學例 會不會變四成 當壓縮著香港 我們打算少了香港學生的競爭 這樣我們應該多了一個機會 結果不是 將走了的人的學位 就給了大陸的學生 換血 已經成為了現在大陸和新香港 他們最重要的責任 事實上 由97回歸之後 你看看各行各業 包括做律師 做醫生 做一些專業人士 包括IT在內 很多根本上就是香港讀大學 由大陸下來 然後拿了香港身份證 進入到每一個機構 包括公務員在內 社工的體系 教師的行業 然後培養了他們二十幾年 然後他一下子拉開衣服 我來自中國 我們就是中國香港人 今天 現在連這一點都不用 不用潛伏二十年 不用潛伏二十五年 現在直接赤裸裸就告訴你 我會不會使用這個活潛伏二十五年 慢慢來 不會使用這個活潛伏二十五年